谢谢 谢谢 把掌声送给张杰 张杰这边看 你看谁来了 杰哥这边 杰哥 杰哥 银池队的队友来了 掌声送给Baby 杰哥 你唱得好好听 谢谢 光明好美 我刚刚在台下 我真的好紧张 是吗 我怕一会儿 把你的跳给带走了 没有 其实我刚刚在唱这首歌之前 我也很紧张 因为这个算是真正的 在台上有点舞蹈的动作 然后去唱我的这个新歌 因为这个歌真的是太难了 因为我在录的时候也 但是真的特别好听 你们觉得呢 好 谢谢 我感觉现在你们两个交流 已经完全是 真正的音乐人之间的交流了 我们知道杰哥 之前是这个银池队的队长 Baby是你的队员 还有其他的几位队员 你觉得谁拖了后腿 说实话 我觉得 应该是 说实话 好男的导演拖了后腿 对 因为为什么把我 叫做银池队 对吧 他这个后腿就拖得 痴迷的痴 痴迷的痴 他那个还要嘴硬 这个不是痴 不是痴 那个叫什么 就是一定是唱得不好的那个痴 然后我就很想要 但是你们当 节目当中的表现 真的是很不错 最后呢 你们的那个清唱的版本 其实 未休音版本 并没有被播出来 但是我们说了 我们是嘉年华 对不对 要回馈观众 很多观众说 都要现场听 你们想听吗 想听 Baby 未休音的版本吗 还有像 王大陆 哇 那个嘴一张 那个声音一出来 简直车祸现场啊 王大陆真的 当时我在录的时候 确实在 《这就是爱》的时候 那个录得很久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他已经爱上那个歌了 因为他 那个嘴啊 就越来越大 我现在每一次见到大陆 都会跟他说 这就是 哎 观众朋友们 这就是 这就是 爱 想象一下大陆的嘴 一定要把嘴张到极限大 我想问一下 Baby和张姐 有信心在现场 听一下你们的 未休音版本吗 我觉得非常有信心 因为在录音棚的时候 这几个人当中啊 其实Baby是非常特别的 好 那给他的那一段呢 也是展示他很 很漂亮的 很可爱的嗓音的那一段 在A2的部分 所以说其实 也是特别有选择的 好 队长已经给予了很多鼓励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 好不好 来 请看 未休音版 可能回忆掉进了大海 可能有些往事会停满 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 爱了很久 也许